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儿童的疫苗到底够不够呢 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了 立委也相当的关注 卫部部长陈生忠表示 BNT疫苗 他们本身是没有做 儿童疫苗的部分 现在重点是放在辉瑞 但还要争取 需要一段时间 而另外呢 也被问到了快筛事剂的问题了 陈生忠表示了 快筛事剂实名制 确定会落实 目前已经向国外 订了一亿剂 来看报导 4月18号 指挥中心公布新增 1480例确诊 包括了1390例的本土 以及90例境外移入 而根据机关署统计 从今年的元旦 到这个月18号为止 总共已经累积 10155例 其中 轻症10108人 占了99.54% 其他中重症的比率 分别为0.43% 以及0.03% 连日本土破迁 第四季到底何时打 成为焦点 国民党团 日前召开记者会 针对了目前大量的确诊 还有配套措施 抛出了诸多疑虑 立委万美林 针对后续疫苗来源 还有快筛事剂的价格 提出了看法 现在我们透过公共契约签计签计的合约 那成本价大概就在59块到95块不等 所以第一个价格这么贵 我们的口服药在哪里 口服药在哪里 快筛事剂不也是防疫的重点中的重点吗 快筛国家队 快筛实名制 5月说才要上路 陈收部长之前一直讲说 200元以内 但有没有想过 一家四口一寄200元 做一次就要800块 一家四口的小康家庭 能够负担的其几次 立委赖会员 直询卫副部长陈时中时问到 快筛国家队成立 是否还会开放实名制 让消费者自由购买 陈时中表示 实名制会以国外进口为主 大约会买1亿剂 可以圈到7月份 之后还会有新的计划 之后是不是也会针对BNT 来开放给小朋友 6到11岁的孩子 对我们当然是根据 这些相关科学的资料 那专家的讨论 那通过 那可以基本上 我们当然是欢迎的 因为事实上BNT 现在在世界 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打了 立委蒋万安持续追问 BNT是否能开放给儿童 但迟时中表示 目前都还在洽谈当中 最快大概什么时候 我实在很难 理想的状况 或不长期望 我当然我觉得 我实在不敢期望 因为这里面来来去去 已经两个多月了 因为卡了一堆小问题 干扰到采购程序 合约不容易谈 陈时中也表示 BNT本身没有儿童疫苗 辉瑞才有 但都需要一段时间 根据Web部所提供的 纸本书面资料显示 截止到4月15号为止 公费 COVID-19快筛事剂的 基层定点诊所 或者是卫生所 由原本的272家 已经增加到619家 提醒民众 如果有出现呼吸道症状 可以前往定点诊所 如果呈现阳性 可以到裁检所 进行核酸检 若您已经是确诊 居家隔离者 可以下载健康益友APP 24小时都会有医师 或者是专业的护理师 来提供咨询 疫情暴增 民众要随时地掌握 最新的疫情指引 在和疫情共存的当下 才不至于资讯漏接 影响到生活步调 人间卫视张一辰 郑仁宗 台北采报报道